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补充维生素D有助于儿童骨骼的生长 而且还对预防成人骨质疏松症 内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很有帮助 人体所需的维生素D 有90%通过晒太阳而来 是人体内维生素D的主要来源 阳光中的紫外线 能够促进人体中维生素D的合成 冬季很寒冷 人们尤其喜欢在外面晒太阳 因此在冬季晒太阳也要注意两点 一是注意选择时段 研究发现上午9点到10点 下午4点到5点时 阳光中紫外线A光束增多 这是补充天然维生素D的最佳时机 二是不要隔着玻璃晒太阳 由于冬季天气相对较冷 很多人都喜欢隔着玻璃晒太阳 但玻璃能够吸收发挥作用的紫外线 大部分的紫外线基本都会被玻璃阻挡 实际上并没起到什么作用 因此如果想要避风又可以晒太阳的话 最好选择在被风地带的户外环境中晒太阳 39 根据这段话 维生素D是如何获得的 40 冬季哪个时段适合晒太阳 41 为什么最好别隔着玻璃晒太阳